1952年首飞如今已经70多年过去了 可B-52在跨越了几十年的岁月和冲突 在跨越了不同的航空时代之后 直到今天还坚停的飞在天上 而且看起来颇有再赶30年的驾驶 去年9月价值26亿美元的发动机换装计划已经启动了 罗罗将用全新的F-130发动机 逐渐替换掉B-52上面原本的1960年代的TF-33发动机 于是B-52就很可能会成为在首次飞行之后100年 仍然在服役的第一架飞机了 真的很厉害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它在设计的时候一定是下了极大的功夫 肯定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时间了 错 实际上B-52仅仅只是由6名工程师用一个周末的时间 躲在拥挤的酒店房间里面设计出来的 1948年7月波音从刚成立不久的美国空军手中 就接过了第一份合同 为他们设计和制造一架全新的重型轰炸机 当时涡轮喷气发动机还处在起步阶段 性能虽有优势但是油耗过大 所以被认为并不适合放在远程轰炸机上面 于是当波音的三人演示小组带着他们的最初设计 在1948年10月21日抵达莱特菲尔德空军基地时 他们的设计稿上还是一架挂着四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直翼机型 空军看到之后直呼 哎呀你们也太没有进去精神了 连我们都认为带后略翼的喷气式轰炸机才是未来嘛 你们这个看来只能拿回去从头开始设计了 要知道从头设计这可是个灾难啊 可波音的三名工程师却非常平静地转身就走了 只留下来一句话 那我们明天上午再来一趟吧 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们其中的一位是当时波音公司的空气动力学部门的主管 他的公文包里面碰巧装着一些之前做过的 关于喷气式轰炸机可能性的研究 于是当晚回到酒店与刚刚飞过来的工程副总裁碰面之后 这四个人就连夜整理了之前的资料 迅速地将喷气式发动机整合到了这架基本不变的直翼飞机当中 第二天上午正好是个周五啊 就再次出现在了空军的办公室里面 结果甲方仍然不够满意啊 嫌他们的步子卖的还是太小了 你们应该再寄进一点嘛 好 波音副总裁答复道 我们再试试 咱周一早上见 于是在1948年秋天的这个周末 四名总部的工程师 再加两名当地的工程师 聚在拥挤的酒店房间里面 有的话图 有的到本地的模型店里面 买一些原料回来之后呢 做起了模型 有的则展开了复杂的数学计算 总之啊 48小时之后呢 这六个人竟然以惊人的速度 完成了一份33页的详细体验 还附带了一架手工制作的 35厘米长的银色比例模型 妈呀 这下空军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 仅仅四年之后 这个模型就变成了一架飞机 B-52诞生了 仔细一看 飞在天空的他呢 跟当年在酒店里面画下的图纸和做出来的模型 完全就是一个样子嘛 不甘一看 我们在酒店里面画下的女人 辞在酒店里面做出叶子 4分钟 这种不甘好的